国语有生善书 吟报因果禄 主助先佛为地狱炎王 第六回 洪杏出墙败富德 第六殿便成王 姚池金母将 诗曰 庆赞法会公园成 普渡有缘换迷金 重整门庭招贤士 一招银领向天行 盛世 今将有六殿明王将临著书 各生向外接驾 六殿便成王将 诗曰 洪杏出墙败富德 贪慕荣华有栽秧 修持道德全伦理 进行三纲赋五常 盛世 罪魂上唐献身说法 揭开明府择罚 淫律天机 此乃上仓慈悲 又见明德唐神人用命 努力不懈 故上天此闽 特将地府十殿刑罚银律卸尽 乃天下苍生之府也 若读此书之过必改 注印此书可销再世隐暗 现将开始上唐公审 命黑白二将代罪魂上唐 遵命已将罪魂代上唐 请大王发落 你和姓氏 今代上明德唐为著书之需 快将再世一切罪情从始禀上来 莫伤心 做错已经做错了 只要你能说再世经过 又有忏悔之心 无将会设你之罪 请大王原谅 我以后不敢了 地狱很苦 我姓陈 家住娇西 嫁夫胡姓 乃一退伍军人 人称老玉仔 因丈夫领有一笔退休金 我才答应嫁给他 以为今后将衣食无缺 谁料到他天天喝酒不管家事 全有我一人料理 时间久了也厌烦 就在此时结识了隔村的一位年轻人 相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暗中苟合 后他缩使我跟他远走高飞 建立我俩的天地 我说已跟老胡结婚没办法 他却叫我设计毒死丈夫 我在色迷心窍中答应 就买强烈毒药毒死亲夫 把所有家产变卖 最后没想到这位年轻人乃一片图 把我的一切骗得一干二净 后来我因气急身亡魂落地府 奠奠受罚 今到第六殿请大王高抬贵手 我已经很害怕了 你有悔过之心 今又识说在世一切 让天下苍生能结身自爱 修身积德 无念你乃被人缩使 才行过错 特倾盼你入寒冰地狱受苦三年 西市人莫屡邪境 免遭刑罚 多行善举 注印善书 作归天之本 今夜著书到此 命黑白二将戴罪魂回府 结婚乃是人生大事 是两颗心灵的结合 承诺了相互忠诚和支持 无论男女 一旦步入婚姻的殿堂 便应铭记在心 忠贞不予是对伴侣最基本的尊重与责任 外遇 是对这份神圣承诺的背叛 是对伴侣深情的践踏 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污染 要知道 外遇不仅会破坏人间的家庭幸福 严重时还会损害阴德 耗尽福报 阴德 是人在世时积累的善行与德行 是决定灵魂超脱与否的关键 一旦阴德损耗 福报消散 不仅今生将遭遇种种不幸 来世更是难以逃脱苦海 轮回于三徒六道之中 痛苦不堪 因此劝各位已婚之人 无论遇到何种诱惑与困境 都应坚守婚姻中的誓言 以诚信 忠贞为本 珍惜眼前人 外遇的快乐是短暂的 但所带来的痛苦与后果 却是长久且深远的 愿所有人都能明白 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对爱的珍惜与对承诺的坚守 不要让一时的冲动与贪欲 毁掉自己的人生与未来 珍惜所拥有的 远离诱惑 这才是智者的选择 这辈子常犯邪淫 守淫 各种淫 同性恋 淫欲众者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怨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有机会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补充一下 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 这边只常犯守淫 一夜情 一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 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 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 毕竟邪淫不断 如破掉的钢筒 功德永远一直在漏 祝集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 每月祝印戒淫书籍 明正堂 戒淫对智禄与八仙翁戒淫篇 虚元堂 淫或 戒淫游记 任何戒淫善书 祝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等同于放生功德 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 可获幸福 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 多行善 常念佛 要放生 真忏悔 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赤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县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施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把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深入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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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